俄媒称,特朗普侵略性的贸易政策和美国背负的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令美元越来越不适用于国际结算,银行微信时和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去美元化。 巨额新社9月6日报道,他们之所以突然热烈讨论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前景,主要原因是中国两次重超美元的地位。 报道着,第一个打击是,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启动了人民币即将的原油期货交易。 尽管许多分析员是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仅用了半年时间,人民币石油期货交易量就大增。 Citylecoin网站经济评论员罗里霍尔指出,首批不使用美元的原油期货交易能显出影响世界贸易,而中俄经济关系加强,令局势对美联储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而言更加危险。 报道指出,中国造成的第二个打击,令多数观察人士意外,高盛公司分析师发现,近几个月外国投资明显加速从美国国债流向,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债券。 高盛公司预计,未来五年外国投资者,将向中国债券投入一万亿美元,其中仅三分之一是抛售美国国债后获得的资金。 报道指出,几乎所有遭到美国制裁,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元替代品。 伊朗早前曾宣布,对欧洲出售石油,将使用欧元结算,而非美元。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静奇表示,国际贸易与美元捆绑,正在变成一个严重问题,并呼吁在外贸结算中放弃美元。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美国能任性的交停银行美元建物,它使美元成为施压工具,不仅用来对付地缘政治对手,还用于对付盟友。 报道指出,去美元化的主要障碍是汇率的不稳定性,仅在近一个月内,包括伊朗、土耳其、俄罗斯在内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就达两位数百分底。 报道表示,因此,不大刀阔弗,的改变各国央行的政策,彻底放弃美元就无从谈起。 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特朗普的恶劣管理,令美元统治时代接近终结。 萨克斯总结说,目前美国商界领袖支持特朗普,他用降低企业税和放松监管讨好了他们。 但短短几年后,特朗普不负责任的外贸和制裁决策将彻底削弱美国经济和美元在世界金融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